国家风景区也在中央有条件解封的开放名单内 但是国旅为解封 用餐上也有防疫指引必须遵守 像是国家风景区的餐厅 观光局规定 如果是有独立用餐空间就可以提供套餐 但是禁止贩售盒菜或是自助餐 如果没有独立空间也不是独立空间的话 就只能通通外带 观光局还说业者一旦违反防疫规定 雷进一次就要求停止营业三天 被抓到三次以上 还必须停业一个月 漫步彩虹阶梯 一路登上步道顶端 壮阔海景一览无遗 13号起国内将迎来为解封 国家风景区中央定调可有条件松绑 针对用餐环境观光局公布防疫措施 如果不是独立空间只开放外带 禁止内用和边走边吃 如果有独立空间也只能提供套餐 和菜自助餐通通禁止 如果违规累计一次 业者将被停业三天 累计三次以上就得停业一个月 我们会尊重地方的一些规定 只要是他们重严的话 我们就跟着他重严 那假设说他们没有管制的话 我们的景区就照我们的方式去管制 像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 13号开始虽然全面开放 但如果餐厅业者无法配合防疫指引 也可能不营业 因为每间餐厅状况不太一样 他们会自己评估看 适不适合配合为几风的一个营运 如果有些不适合的话 可能他们会继续先关闭 风景区其他管制措施包括封闭型景点 开放单一出入口员区及游客中心 容流量为承载人数的40% 最晚开放时间为每天下午4点 非封闭型景点则会加强人潮分流管制 停车场也会降载 国家景点区原则开放 但指挥中心也同意各地方政府 可因防疫需求因地制宜 建议民众先查清楚再出门 以免到场后扑空只能拜信而返 记者综合报道